听见没有 什么风把县长给吹来了呀 还带了这么多兵啊 这是要打仗啊县长 别启了一下 介绍一下 这位是来自北平的罗将军 罗将军好 孔雪莉 奉大公子的命 接蓝老板回北平 放人 孔雪莉 你到底还是办不了我 这位是 罗将军 他们姐弟俩刚刚承认了 教唆杀人 大人 你不能带走他们 谁敢阻拦 杀无事 罗将军 雪莉 你不为自己着想 也得为你这帮朋友 想一想吧 你难道 真的要让他们陪葬吗 我讲 来 请 门了 什么身份 来 老将军 老将军辛苦啊 � effect 头儿 这都是些什么人呢 鹦 鹦 狗 鱼 鱼 鹦 鹦 德西 鹦 鱼 老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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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个熊熊啊 把他裹毙了 停 慢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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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老陈 别动 别动 把车放下走 别动 奴外将军 介意不出话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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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啊 阿春 介意不出话 罗将军 给我个面子 你今天放了这孩子 我也放了蓝玉春 我要是给你面子 这恐怕不好办吧 南京总统府的胡汉生部长 那可是我多年的兄弟 我打声招呼 让他运作一下 包你弄个司令做 空学历 罗将军刚正不阿 收起你那套 县长 不要断送了罗将军的仕途啊 罗将军官运稳步上升 可惜后劲乏力 将军 你今天网开一面 我感激不尽 放心 雪莉一定送你上青云 你这吹牛 不打草稿啊 照着镜子 你算哪根通啊 可是 大公子要是问起来 大公子要问起来 你就把责任全 推到我孔雪莉身上 孔先生真是铁肩担盗意 好 这事就这么办 你觉得呢 县长你没问题吧 正条的老婆 听了你的话 死在我家里 要是真追究起来 你也脱不了干系了 有干系吗 我会查的 你啊 就爱跟我较劲 我突然想起来了 我今天晚上还有一个呢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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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我给忘了 怪我怪我 我得先回县政府办事了 行 行行行 我大强城一片弦河 现在完全没问题了 走了走了走了 等你们收 走走走 干什么 正强 正强 来 孔雪莉 咱俩没完 你一定要好好活着 等我回来 你要是再来强城 我一定让你有来无回 等等 雪莉 慧芝死了 我 sai 他还回去吧 走 走 走 孔雪莉 嗯 过来 这么说 南玉川的女儿身 你早知道了 孔雪丽 你居然骗我 我什么都记不起来了 我真的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正想啊 你爸让我告诉你啊 以后要好好学习 长大以后 孔雪丽 想不成你是待不下去了 走得越远越好 一定要当个好人 行行行 赶紧走吧 以后有机会一定报答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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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总算告一段落了 经过这件事情我才明白 蓝玉春其实不足为惧 校里藏刀的陈天官 才令人害怕 他设计害你 摆明了想让你死 这些都怪我太大意了 没想到 他干起坏事来 毫无人性可言 如果我早一点看穿他 郑乔老婆和姚紫诚都不会死 宽连我要重新认识一下他 方便日后算一算 薪酬旧账 南方春 胡慧之他们几条人命 都是陈天官和袁川峰害的 先回去吧